在现今的社会上,是很少人重视的 在社会上,研究母亲的书,多过研究父亲的书 在亚马逊河,亚马逊河的那个地带 一直都有一个传统 但孩子刚出师的第一个月 除了喂奶之外,因为男人不能喂奶 他没有奶给孩子喝,只有母亲 除了喂奶之外,全部都是由父亲去负责 其他人不能帮,这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是亚马逊河的传统真的很好 他们传统是孩子生下来的第一个月 父亲要全力照顾这个孩子 很可惜,我们人类忽略了第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父亲 他在想,父亲节,家会是怎么样庆祝的 有没有像母亲节这么轰动 我记得有一次机会当中 我问了一些问题,我才发现到这个是真的 大家都不重视父亲节 带领耶稣祷告的那个人 第一句是说,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很难过 我们的父亲节没有像母亲节那么重视 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又有个妈妈讲一句 活该,然后又有个妈妈又喊 阿们 后来大家就在这样的欢笑声就这么过 在美国ATMD的统计 电话线最忙的时候不是情人节 电话线最忙的节字是母亲节 第二是情人节 父亲节 父亲节 然后我们去餐厅 我们book餐厅在母亲 母亲节几乎是找不到座位的 你要预定一个星期前才能定到座位 父亲节你当天去 请问你有可以定座给父亲节 有 卡片在美国卖的最多的是圣诞节 再来就是母亲节 父亲节没有人送卡片 所以父亲的角色被忽略到一个程度 美国有一本书叫做《没有父亲的时代》 明白意思吗 有些例子在家庭里 真是真的没有父亲 如父亲离家 这样 40%的离婚单亲的孩子 都是由母亲来带 不是父亲 很多父亲是能在心不在 甚至令人很伤心 很伤心的就是这么样讲 无没有父亲的时代 一个没有父亲的时代 对我们有什么冲击 第一个冲击就是人格发展的冲击 人格发展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 根据专家讲 不是我讲的啊 专家讲 一个孩子的人格发展是零岁到六岁 通常零岁到六岁的爸爸都很忙 忙什么 赚牛奶粉 所以就常常没有在家里奠定了 那个父亲的形象 今天社会的问题在哪里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最大的问题 年轻人 小孩子 从小到大 不能有自理的人意 自己管理的人意 很容易一点点遇到错 这就放弃 遇到问题 他们就从高楼 嗯 等下来了 很脆哦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这个父亲的形象 所以你看父亲很重要 尤其我过去的几年 我都在少年军DV带领这些青少年 我发现到现在单亲的家庭趋势越来越大 很多来自这些少年军啊 这些孩子啊都是来自单亲的 单亲都是由母亲去带的 每次我跟那些小孩子讲话的时候 他们都是这样的 你也跟他讲话 你也讲话 因为他抬不起头来 因为他没有一种自信 孩子的自信 尤其是男生 不是母亲可以给的 是父亲能够给的 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些单亲的孩子 我都觉得蛮珍惜他的 蛮联系他们的 因为他们失去了 你再多讲两句 讲大声一点他们就也有点被哭了 很可惜 所以如果没有父亲这个角度存在 我们就没有这个榜样 无论男女都没有好的榜样可以学习 没有父亲的男孩啊 没有父亲学习当男人的榜样 没有父亲的女孩呢 不懂跟异性来交往 我还记得以前啊 我常常听 我听了一个笑话 说 他的妈妈 启咔哭那个小女孩 从小就启咔哭他 不要跟男生 靠在一起 连牵手不要 为什么 牵手会大肚子的啊 都是这样的交训 而这样的教导 所以没有父亲的女孩 她不懂跟异性如何的互动和交往 父亲的角色从里面绝不是只是赚钱的角色而已 不管过去你满不满意 这个父亲的角色从今天起 我们要好好来学习扮演给我们丈夫父亲这个角色 也鼓励还没有昏过头的兄弟姐妹们 在你选择终生帮你的时候 加上一个条件问一个问题 她是不是孩子的好爸爸 她是不是孩子的好妈妈才选择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让父为头 我们听到让子为头的故事是吗 我们经过这个时代也要让父为头 圣经里面那个让子为的故事 我们都很熟 当然我们忘了故事里面的那一个人 是天天住在家里 为他孩子祷告 等他孩子回家的师父 今天父亲缺少了这样的元素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父亲节 OK 讲完这个介绍之后 我准备了一个短片 给你看现今的爸爸很可怜 在教育儿女的时候 他为了要让他的女儿叫一声爸爸 他用尽了法宝 只是他面对很多的挫折 OK 稍微给你看一下 可以吗 有声音吗 好 等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片 请你告诉我 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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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只有一个机会 那是你 爸爸 是的 真的 OK 接个问题 哪儿是你的耳朵 好 女儿 OK 最后一个问题 认为这个非常严重 OK OK Who's your favourite? Dad or Mum? Mummy OK, I didn't actually finish the question, darling Why don't we break for recess, have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come back to it, OK? OK OK, are you feeling better? Repeat after me 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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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et's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Who's your least favourite? Dad Dad 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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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we go, who's getting a pony? Aaaand who's your favourite? 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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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m not picking you up until we get this sorted, OK? Yeah, it's about a little less than me and you. dilute C北 IG D E 好 准备完了 看到没有 现今的社会啊 父亲真的很难当 因为我都说了 零岁到六岁是人格发展的一个重要一关 如果你没有好好地在那个时间典当 来培育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对你真的很陌生 他会认为母亲都是最伟大的啊 父亲啊 父亲也很伟大 父亲也花很多的心思 花很多的精力去赚钱 要养活这个家庭 我们来回来圣经里面来看 从圣经里面来看 有一对父子 他们是怎么样的relate的 他们是怎么样的来交往 怎么样的交通 怎么样的来互动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 《传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 这次以后神要试探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孩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番祭 第三节 亚伯拉罕清炒起来 背上雨带着两个仆人 和他儿子以撒 也披好了财 番祭的财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第四节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举目 严严的看见那地方 第五节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你都在此等候 我一同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你就回到这里来 第六节 亚伯拉罕把番祭的财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而刀 以示两人同行 以撒为他父亲 亚伯拉罕说 父亲 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火和财都有了 但番祭的羊羔在那里呢 我们先看下去 第八节 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己准备预备做番祭的羊羔 以示两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 祝坛把财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放在坛的财上 十节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十一节 亚伯拉罕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也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儿子不留 留下给我 三节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只羔羊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 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娶了那只公羊来 献为饭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名叫耶和华以乐 直到今日 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 必有预备 来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 赞美你今天早上 把车里打开这段经文的信息 让我们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 新的话语和你的声音 让我们不管我们已经在做父亲的 还是将来要预备做父亲的 或者 就好像今天的主题说 我是敬虔的榜样 让我们都在为我们将来 或现在做预备 无论我们以前还是将来 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敬虔的榜样 来影响我们的时代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把这个信息 照在你身手里面的高诺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大家讲圣灵 圣灵 请你做我的老师 来教导我们 我们必须从这里的经文里面 从整个经文里面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点 就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语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认识阿波拉罕 亚波拉罕是一个很伟大的 一个上帝使用的人 他信心很大 很爱神 神叫他去那里 他就去那里 神至上帝说 请你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 他也献 我们常常 只能看到亚波拉罕的信心 我们没有看到以撒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常常歌颂亚波拉罕的伟大的信心 献上最爱的以撒给神 但我们往往忘了另一方面 以撒也学习宝贵的功课 要不是自己陷在祭坛上 这一回事情 他的一生就这么平淡的过去 以撒在祭坛上学习了什么呢 兄弟姐妹 以撒在祭坛上学习什么叫 自律 对神认真和完全的交托 今天教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教会今天这么软弱 因为魔鬼很聪明 以前在出席的教会 魔鬼用的手段就是逼魔教会 使他们不要信耶稣来恐吓 甚至杀害他们生命 然而为了这样的种种的手段 人不断的反而更爱神 更积极的来到神面前 很多人信咬耶稣 可是今天为什么教会基督徒 热不软弱 因为魔鬼的轨迹已经换了 古老的魔鬼他换什么轨迹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他不再拦住人去教会 而且他用种种的方法 来拦住人家去教会 今天人已经不是被拦住来去教会的 很自由来教会 而选择性来教会 而不来教会 看到没有 以前如果你要去教会 撒旦魔鬼用想尽千方百计的去拦住去教会 今天撒旦魔鬼可是没有这么样做 为什么这样管做 人啊 人的心啊 开始不一样了 请问 我很老实的问啊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兄弟姐妹 我每一个人 包括这五个五个礼拜 五十二个礼拜 五十二个星期 你哪一个礼拜 你成何几十 有想到过 我要带朋友来教会 今天基督如啊 都是很自识的去来教会 而我来就好了 干嘛去影响别人 别人来不来不够我们的事 我们不要去影响别人 这个是人家的自由中 宗教自由 不要 我们都是很脆 所以 莫非很高兴 很高兴你去做基督 不要去影响别人 不拦住你去教会 只要你不影响 或者只要你不带朋友来教会 我们一起看下去 然后 第二 他不再攻击教会了 莫非不再攻击教会了 教会现在很自由的 很可以聚会的 就算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是很自由的 可是 他只是一种宗教会 不像初级教会的是前进的 是影响社区的 我们只是在自己 四面墙里面 自己 自己 感觉良好而已 我们去看下去 然后呢 他不再攻击教会了 记住 今天你信耶稣有没有被你爸妈打了半死 你信耶稣有没有被你爸爸打了半死 你信耶稣有没有被你的上司逼迫你 没有 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 早期教会 只要你信耶稣 兄姐妹 在早期的教会 在刚开始的那些基督徒 所谓只要你称你自己是基督徒 你就等于说我跟我的家人断绝了关系 因为你的家他们是很虔诚的 因为还叫他们不能接受你信了耶稣 他们一定跟你脱离关系 为什么今天的教会这么软弱 因为我们不再有重要的女国 信耶稣是一种option 选择 就好像你玩电脑这样option 选择信的 而不是一个生命的课题 所以魔鬼很厉害 利用这些方法 方式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还有他现在很厉害的 向着一个一个单一的家庭下手 为什么要讲父亲节的信题 为什么要讲母亲节的信题 因为我看到很清楚 魔鬼现在很厉害 魔鬼不怕你信耶稣 他很希望你成为基督徒 信耶稣 但是他不想你当成一个很爱神的基督徒 只要你过的日子 很OK啦 礼拜天有来教会 这样就OK 点到为止的基督徒就好了 这就是魔鬼的 魔鬼的鬼迹 他让基督徒的父亲没有虔诚 他让基督徒的母亲没有虔诚 他们没有虔诚 反正孩子也跟他们没有虔诚 只要整个家庭被破坏 他们没有实行活出基督的榜样 而要死就够了 因为他知道 只要基督徒在不忍不忍的环境底下 他就不能讲教会复兴 他就不能讲拯救灵魂传福音 包括带领人家圣耶稣 基督徒 我每不怕你信耶稣 只要你信而不活着就够了 今天家会充满着信主还没有得救的人能够 什么叫信主没得救呢 就是因为他只是口里承认耶稣 相信耶稣 可是生活上行为上 却跟耶稣被打了指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教会这么软弱 魔鬼用这样的诡计和计划 来破败 或者打败基督徒 基督徒是不是软弱 不像早期教会这么坚强 我们去看一看 那让基督徒服役起来 以前啊 以前啊 当年啊 早期教会都是很穷的 他们都是来教会都 过得很穷的日子 他用贫穷来捆绑基督 让他有这个环境 让他教苦 然后不认识耶稣 今天没有了 魔鬼用另外的方法 让基督徒服役起来 服役起来 有时候留在很纳闷 有时候为那些基督徒的祷告 看他们那么辛苦 那祷告 祝福他们 为他祷告 让他好 他生我好起来 好了起来之后 就问 哎 为什么这里半夜没有来 牧师你不知道 整理排酒 参加卡托 我没有来 因为我礼拜天需要 在天布格 有时候我很矛盾 有时候我也很 不知道怎么样 该为这些基督徒 祷告 可以求他 求求神 让他服役起来 还是继续让他贫穷 贫穷起毛 还可以看到他的脸 服役起来 我完全看不到他 他忙到 没有来教会 所以这魔鬼不再用疾病 不再用贫穷 来攻击基督徒 让基督徒服役起来 当你服役起来 你就在那个舒适的环境和舒适的区域 你不再追求 你不再认为追求 很多人很多有钱人不能信耶稣 因为他们觉得有需要信耶稣 我什么都有 我干嘛要信耶稣 是吗 所以他让所有的人服役起来说 他觉得耶稣有没有 耶稣是可有可不 在那时候 是可有可不的一件物品而已 好 好 接下来就是 他让基督徒舒适起来 过得很舒适的生活 不再有困难 不再有问题 什么问题都没问题 然后我常常讲的父亲话说 假粗鲍奋问题都 是吗 活着很舒适的生活 就不用再有烦恼了 好 然后他就在家庭里面 彻底破坏了父亲和母亲的影像 所以看来你看到这短片啊 父亲们形象完全是没有了 孩子认定的 因为孩子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榜样 我们生活的一切 孩子都在看着我们 不管以后你要做别人的父亲 还是现在你形式的父亲 还是母亲 不要提醒你今天神的话语 你要做榜样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有两次都说 于是两人一起回省 你必须要陪着你孩子来成长 你的孩子睁开眼睛看着你 现在的孩子不像以前我的年代这么无知的 一岁孩子都很聪明了 你不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事 一岁孩子都能看父母亲的眼色 你看看哪一个父亲 爸爸比较疼我 还是妈妈比较疼我 如果爸爸比较疼我的话 我就去爸爸那边阿罗几下 他就可以得到他所得到的东西了 一岁而已 所以孩子 外面父亲母亲 你必须要做一个榜样 然后我们来看几个东西 首先呢你要做怎么样来预备 做怎么样来让你的孩子呢 首先亚伯拉罕做一个很很很独特的东西 他让以撒亲身一见神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说 以撒说 请看火和菜都有了 但凡击的羊羔在那里 羊羔在那里 他问一个问题 以撒 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啊 是一个很勇敢很冒险的事情 以撒从小就看他父亲如何的敬畏神 甚至要亲手给他杀的 以撒没有因此这样啊 怀恨父亲 因为亚伯拉罕要杀他 他也没有变成很消极的去看上帝 这是很冒险的工作啊 功课来的事 他把孩子献给上帝 他要杀他 他孩子会想 到底我的父亲真的爱我吗 如果他爱我 他怎么舍得我的父亲那么惨的 要亲手拿到来杀我圣地上 是吗 如果用消极的方面去看的时候 以撒会变成这么样的一个人 他是感谢赵兵主 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的自己最为父 信心之父 他敢做一些事情 他不让他是 逗留在他自己经历神而已 他也让他的儿子以撒 从小去经历神 以撒看见他父亲 为了要顺服神 以至亲手将自己杀 亚伯拉罕给以撒 以撒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我告诉你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以撒 你的父亲把你 要把你献给上帝 要把你杀掉 你会忘记吗 我相信你这一辈子 也不会忘记那一幕 你的父亲拿刀 要向这里 要下河来 以撒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有一个很深的经历 就是我的父亲 为了要顺服神 神是将我献给上帝 以撒给上帝 在以撒的眼里 阿伯拉罕的神 是一个伟大和可畏的神 以至到一个地步 不得不将连心爱的孩子也献上 也因为这么样 以撒在那一次献祭上 认识了这个伟大的皇帝 也遇见了这个神 以撒从小就表现属灵的承受 就算他没有像他父亲 那么属灵的程度 起码他自己 拥有自己的属灵经历 经历神和神碰面的经历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必须要预备虔诚 我们必须要让你周遭的人 包括你的孩子 有这个经历神的机会 让他轻生的经历 我做一个不死了 我常常很恐怕 我不要你们只是活在我口中的耶稣 我口中的耶稣而已 我只希望你们自己能够 亲身的经历他 你不至于我口中讲的耶稣有多好 你自己经历他之后 你就有这样的信心根基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不会咬动 很多时候为什么你心心咬动 为什么你遇到问题 你会退缩 你会消极 因为你只是活在牧师口中的耶稣 我希望你自己经历上帝 我希望你自己经历上帝 当你经历上帝的时候 你就不一样 我们去看看决定第二个 以撒是敬前的后代 他来讲 以撒是敬前的后代 以撒到一个程度 可能以撒长大后 有人会对他说过的批评他 父亲说 哎呀 耶布拉罕拜的神是假神 不一定是那么好的神 你想以撒会怎样讲 你想以撒会怎样反应 你不知道吗 让我告诉你 以撒会怎样反应 以撒会告诉这些人说 不要告诉我 不要告诉我 我父亲的神是假的 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一天 我被摆上在祭堂上 我记得很清楚 我父亲的信心 我能活到今天 却因为是神活着 以及他看过我 我亲神尽了他 以撒不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 没有经历神的基督 以撒是一个经历神的第二代基督 以撒虽然就是一个很好读的人 就算父亲要把他杀了 要献给神了 他没有为自己来争取什么权利 他没有说 爸爸你不要这样惨人 爸爸你这样我要讲一堂 你为了审把我送死 阿们 阿们 以撒是一个很爱好和平的人 他继承了父亲那种良好的榜样 相信是因为父亲告诉他有关 他以他和罗德的故事 罗德是谁 罗德就是信了耶稣信一般 然后信神信一般 然后就半途而非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总结 要讲什么呢 父亲啊 你要注意你的生活 对神的事情呢 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敷衍了事 他几率自己 紧紧地 尊重地去做 直到他全人全心 陶醉在神的计划里面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啊 人也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我孩子不乖 我孩子不听话 不要紧送来教会 给牧师教 他就变得好了 我说兄弟姐妹啊 你的孩子 一个礼拜只来一天 这一天还只是两个小时而已 你六天面对他的啊 兄弟姐妹 如果你没有做一个 金钱榜样 你没有影响他 你想无事 用两个小时影响他 这不是叫 教育 这叫神迹啊 你的生命 只是一个影响人 同样的今天 你不是做父亲也好 你是影响别人的人 还是盼劳别人的人 你是金钱榜样 还是做善法调的 所以兄弟妹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没有妈妈呼呼的对神的事情 所以孩子 你今天你的孩子不侍奉神 你的孩子不爱神 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怎么样的 你必须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才能够影响你的孩子成为一样的人 如果你不 你知道吗 我再讲一个举例 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有一个父亲有一天 走进 走 就是经过他儿子的房间 发现到他儿子的桌上有一毛长脸 然后就叫儿子过来 他就啪啪啪 说 为什么你抽烟 你竟敢抽烟 小孩子读书 书到还没读完 你抽烟 然后 那孩子回答他说 你也是抽烟了 你抽烟我抽烟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你的金钱的生活 直接影响你的孩子 那时候我是大人 你是小孩 哪里可以做 大人做的事情 小孩都可以做 我在学习做大人吗 看到没有 你的生命是影响别人的 还是判断的 接下来 父亲啊 你要注意你的态度 你要 你要你的儿女成为怎么样的人 你就得成为怎么样的人 明白吗 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 我活得够长时间 我能够告诉你 我从以前从命 那个混混黑社会 那些打混 那些走江湖的环境里面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我以前 我有一个朋友 叫奥都 外号叫奥都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他参我一半 我那时候有喝酒 有抽烟 他是唯一不抽烟不喝酒的 我们拿汤给他 拿酒给他喝 不要 不要 我觉得 我没有觉得 我没有看过 真的那么意志力 那么坚定的 我还佩服他 他说 你了不起 我们全部都是烟鬼 我们都是酒鬼 还有色鬼 常常找女人 哇 你是很 很好的 他什么都不懂 他就缠我们在一起 然后结果是什么 结果几年过后 他就成为rockmower的bowser 烟动酒动女人动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真实故事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今天仍然是我的好朋友 现在已经是帮小做阿龙了 我是成为牧师的 可是他跟我 是两个不同 社环境的人 我要表达的什么 你参根酒鬼 你一定变成酒鬼 你参根烟鬼 你一定成为烟鬼 你参根色鬼 你肯定成为色鬼 这是道理不变的 你参根敬钱的人 你一定成为敬钱的人 阿们 我还记得有一次 今天这题怎么样 我有一段日子 我是离开交回的 然后我在外面打 打工作 我有个 我是 我是 GM genal manager assistant 所以我坐到他旁边 我这个 我的GM 天天抽烟抽三包烟 然后我坐到旁边 我天天抽烟抽烟抽烟 然后我出来想 我那时候我没有去交回 我离开交往一段日子 那个已经是在社会里面 一起抽他的二手烟 倒不如我去抽一手烟 结果呢 我也 我不是因为上瘾 我是为了 我常常 这么长期给他破坏 倒不如我也一起跟他一起抽 狼狈为鉴 每一次人家进到我们的办公室 好像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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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 我也是跟他抽三包 我也是跟他抽三包 整个office都是 我的M.E.啊 我这个 为什么这样 好像要 好像要那个 要火宅这么样 结果给我魔灵不可以抽烟 我也被影响 就算我是基督徒 我没有去交回一个那个基督徒 我也被影响 我要讲什么 我要讲 如果你想进钱的 你就能够影响别人 如果你不进钱的 你就影响别人 不进钱 你的影响力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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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么一位故事 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你说故事我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几个经文 第一 你要照顾你 而你的身心灵的需要 不要就是物质而已 不要以为父亲的功能 只是赚钱 然后你要 你要iPhone就买iPhone给你 你要 Samsung X3 就买Samsung X3 你要买 你要什么就什么给你而已 你不只要照顾他物质上的需要 你也照顾他身心灵的需要 圣经告诉我们说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 人若不看不清楚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这圣经讲读 你必须要 父亲啊 你必须首先照顾你 还额力的身心灵的需要 不只是外表的内在你 好嘞 介绍我们来看 大家讲教训管教儿女 教训管教儿女 圣经讲什么 在真言十九章十八节 那么说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要因他 扑喊而幻容 要教养你的孩子 要让他能成为 能够从小认识明白圣经的话语 让他们的原形举止态度 都能够反映能够活出圣经所教导的 基督徒什么方式 母亲要忠心很忠心很英群的 让他们又利用每一个机会 每一个环境 让他们能够认识神 不可放纵溺爱 教训他们能分辨是非 为自己的原形和决定负责 知道凡事都有获果 神必要看 阿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 大家 为何你祷告 为何你祷告 免疫而你依靠神 免疫而你依靠神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摄像 他这样说 突然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名叫耶鲁 他一见耶稣就伏伏在他前 再三地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死了 求你既然守在他身上 使他全力得以活了 你看 父亲做什么 这个经文 父亲做什么 这个父亲叫耶鲁 亲身来到主的面前说 主啊求你救我的小女儿 我的小女儿怪死了 父亲啊 你是一个榜样 你要他在凡事上你的孩子以后 要全身 凡事依靠神 你必须跪下来依靠神 宋商节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生肖事 他影响 这一辈子他赢十五年 他做书传道十五年 影响百万人性美术 他从小六岁就跟爸爸 每一天他爸爸也是一位牧师 带他去他家里的山上去祷告 他的父亲故意用祷告来影响着孩子 他的父亲 他看着他父亲跪在那个石头那边 一直祷告一直祷告 到宋商节长大之后 他成为 他叫布袋 他有个外号叫布袋传道 他影响十百万人性耶稣 他去到那里都拿着布袋 哎呦 凌晨三点钟 都是每一封信拆开来 为这些世界各地信徒们写给他的祷告 他为人家祷告 他影响他 他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家 是第一个送去美国读完科学博士 回来的一个科学博士 在回家途中 上帝对他讲过 他把所有的银牌奖牌 他是不只是读完科学博士 而是在美国科学院里面 是Top 1的学生 第一个是成绩最好的 他回来途中在坐船 那时候没有飞机 坐船回来的时候 上帝对他讲过 他毅然而然地把所有的奖状和奖杯套在海里面 成为一个传道 为什么这个人 这个宋三杰决定要做牧师呢 其实他有很好的前途 他等到博士 科学博士 而且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博士 对中国来讲 未来的前景 他是很好的前景 是因为从小 他父亲用胆 要请愿他 所以介绍我们来看 大家引领儿女认识神 祈念神的作为 祈念神的作为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在四天七十八 第一次结束 我们不将这世 向他们的知识隐瞒 要将灵活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 述说给我代听 阿们 兄弟姊妹圣经讲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作为我们做父母亲的人 我们要常常告诉他 你所经历的见证 让你的孩子从小 就听 关于神在你生命当中 所做的事情 常常用见证来鼓励他 如果你经历了一样东西 上帝帮助你 赶快不要跟别人讲 跟你的儿女讲 你的儿女从小就看到 哇 上帝的作为 今天很难 为什么很难 人很难死 很难来信耶稣呢 因为我们跟他讲 第一 上帝能够做 他不相信 因为从小没有这样的灌输 和没有这样的环境 给他 不知道 凹带了 我破灵了 为什么他没有常常 领受这样的见证 对于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来教会 我常常讲经历的他 他不是一次讲经历 我就感动信耶稣 我听了很久 听了几次 他开始试试看 试试看去经历深重 他自己经历到之后 他才相信 哇 见证是真的 各个都是小孩子 孩子要从小 对他讲见证 要他受影响 阿们 好 记得去来看 最后一个 大家讲 训练而你事故 训练而你事故 顺福神 顺福神 我们大家来投入这个经文 一 二 三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是同意的 阿们 圣经告诉我们说 至于我和我家 必定是同意的 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宣告 你希望你的家庭 以后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 跟着一起来司奉神吗 就从你这一刻开始 不管你已经有家事也好 今天还是单身也好 你从你 从你自己做一个起点 当你愿意做一个起点 用金钱的榜样 影响别人的时候 我想 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然后跟你旁边讲 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阿们 在最后的结束 允许我用五分钟的时间 我播一个短片给看 我看了这段片很感动 我有流眼泪 我希望你也感动到 如何做一个 敬钱做他人的榜样 你听听吗 其他的事情让我们处理 你配配吧 好好啊 好 太后啦 别闯到 我再拆试一遍 这么硬 怎么吃啊 你是不是有意思我啊 不然你吃這個菜 這個菜你等一下 媽 我去把你做給你 我不要出家裡 我不要出家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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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紅下線以後來撐住 那是個問題 你必須去看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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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去看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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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奶奶這樣對待你好嗎 你還要為他能握 你還要為他能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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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來這裡去看見 都在那裡等一下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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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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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感到不太過了 我的心 但是祂� 我從上流 LGBスanic 我怕會 먹어볼게요 我怕會死吧 你讓我成為 阿们,来,完了 我相信这个短片讲表达出所有我要表达的东西 我们是基督徒,我连影响你的家人,你的孩子 就是由我们这里,这一代开始 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这两个人 我有个恐慌,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在将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催促 我们的孩子越来越不懂得自理,自理管理自己 我们的孩子有利益到任何的挫折,挫败就放弃自己 我做BB,我做少年军,我要孩子来参加一支营camping 我首先要他们做什么? 我说,来吃饱饭过后,自己洗自己的盘,自己洗自己的杯 我很惊讶,有一些孩子是不会洗杯,不会洗盘的 有什么?因为他的父亲,母亲从小都是帮他洗杯洗盘的 这孩子长大过后,他就变成一个肠碎的人 我常常有过纳闷的,你知道吗?中方人的教育 跟西方人的教育有所不同,知道吗? 我看到美国啊,美国男人,美国的爸爸带着孩子出国外的时候 他用一个绳子帮着孩子,好像小狗,拉着他小狗 拉着孩子,前面跑,然后这边有绳子拉着他 他孩子跌倒,跌倒,马上跌,跌在地上,跌倒了,摔倒了 他就这样,Stand up, stand up, no worry, stand up, girl stand up 这样站起来,我们中国人,让孩子去学习走路 他走两步跌倒,哎哟,咻咻咻咻,哎哟,行过,摸背,哎哟,哎哟,哎哟 不一样,我告诉你,带来信息是什么吗? 美国人,美国父亲告诉孩子,跌倒是正常的 站起来再拍拍脚,走路再继续走下去就没问题了 我们中国人的父亲啊,告诉孩子跌倒不应该 不应该跌倒,所以他从小怕跌倒,怕伤害 怕错者,怕失败 我们中国人,我们活人的父母亲啊,太过倒腹了孩子 以制孩子成为一个波罗人的人 变成一个残肺的人 我不能说西方教育全部都是好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好的 昨天我在那个巴拉库,那个格尼巴拉库 我看到那些小孩子去看那个喷水 很喜欢靠近,他们去看那个水,玩那个水就很开心了 我看到有些父母亲一直拉着他孩子,不给他喷水 我说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有一次我去新加坡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Square啊,也是有喷水的 我看到一个男人 一对父母亲啊,他的孩子很疯狂的跑去那个喷水那边 弄到整身,嗜好玩水玩水 他父母亲一点都不拦住他 今天的孩子失去什么 失去他应该有个统症 我们逼我们的孩子快快长大 但是他心智却不成功 我希望我们这个信息对你有帮助 让我们一起参与一起来